歡迎收聽 財經起床號 哈囉 各位聽了大家早 歡迎大家來到 酒吧新聞台財經起床號 請問現場 我是陳鳳馨 民國110年2月5號 星期五周末到了 現在早上7點12分53秒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還是非常的晴朗穩定 那麼各地呢 陽光普照 而且降雨機率非常的低 整個西半部地區降雨機率都是零 那這東半部地區呢 雲量稍微多一點 不過呢 降雨機率也只有10% 所以整體來說呢 今天全台灣各地應該都不會下雨了 金門 馬祖 澎湖地區 然後整個台灣本島地區 甚至包括雲量比較多的東部地區 那麼降雨機率都非常的低 白天非常的穩定 所以要注意的呢 還是中部地區 因為它距離海岸 就三到海之間呢 其實是距離比較遠的 它就比較容易出現輻射冷卻效應 那麼因此呢 它的早晚溫差也比較大 好 我們來看中央氣象局的預測 北部地區白天溫度17到26度 中部地區是14到26度 南部地區15到27度 東部地區是16到25度 澎湖地區16到20度 目前各個主要城市的氣溫 台北現在已經19度了 台中是目前最冷的城市 目前只有14度 台南16度 高雄跟台東18度 宜蘭 花蓮 澎湖都是17度 好 這邊呢 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這樣的天氣形態會一直持續到週末 甚至於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下個禮拜二 也就是在未來 就是最後一個這個正常的上班日 下個禮拜二之前 天氣都非常的好 那唯一可能變天的其實就是小年夜 也就是下個禮拜三 二月十號開始放假的這一天呢 全台灣都會轉為猶豫 那是因為封面來報道 不過除夕就隔天 除夕就會逐漸的轉好 北部地區呢 雖然雲量會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整體來說 雨是開始變幻 然後呢 接著呢 到了初一 初二 大年初一 初二 其實天氣就會逐漸逐漸逐漸的好轉 那麼目前看起來 這一次的農曆過年 沒有寒流 也沒有冷氣團 這是目前為止看起來 那麼當然還要看它持續的變化 不過目前為止看起來 沒有冷氣團 也沒有寒流 大家呢 這個年 應該可以過得風和日曆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呢 四大指數都是上漲的 道全工業指數上漲了332點 收盤指數是31055點 漲幅1.08% 那撒克上漲了167點 收盤指數是13777點 漲幅1.23% S&P指數上漲了41點 收盤指數是3871點 漲幅1.09% 費城半導體則是上漲了25.54點 刷盤指數是3008.42點 漲幅1.86% 而這裡面呢 科技公司的五大天王 反而是漲跌互建 這代表的是呢 其實一般類股的漲幅 要比這一個最領頭的這些科技公司的漲幅呢 可能都還要來的強勁 這裡面呢 蘋果上漲了2.58% 臉書小跌了0.060% 而Alphabet呢 下跌了0.25% 亞馬遜上漲了0.56% 微軟下跌了0.41% 那至於在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的ADR四家主要的公司呢 也都是全面性的上漲的 台積電的ADR上漲了0.51% 日月光的ADR大漲了3.12% 而聯電的ADR上漲了0.43% 中華電信的ADR上漲了0.98% 在原油的部分 紐約原油期貨價格上漲了54美分 每桶的報價是56.23美元 漲幅0.97% 而北海布蘭特原油上漲了38美分 每桶的報價是58.84美元 漲幅0.65% 自家跟黃豆期貨呢 也上漲了1.25美分 每普社是1372.50美分 漲幅0.09% 而在貴金屬的部分呢 黄金跟白銀是同步的大跌 紐約黃金期貨價格下跌了43.90美元 每盎司的報價是 1791.20美元 跌幅2.39% 而白銀的部分呢 則下跌了65.5美分 每盎司的報價是 26.234美元 跌幅2.44% 至於美元指數的部分呢 則是上漲了0.5個百分點 來到91.509 來到兩個月來的新高 那至於歐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漲多跌少的 英國金融事報 白銀股價指數 小跌了4點 跌幅0.06% 法國巴黎政商工會指數 上漲了45點 漲幅0.82% 德國富蘭克福指數 上漲了126點 漲幅0.91%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今天的早報新聞了 那麼首先呢 是美國的經濟基本面 美國呢 昨天公佈了上週 初次秦嶺事業就基金的人數呢 是779000人 這比前一週要來的低 而且呢 也比預期要來的減少 所以呢 代表就業的狀況呢 正在好轉當中 而連續秦嶺事業就基金的人數呢 也減少到459萬人 這也比預期要來的少 所以從就業市場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經濟情勢 在美國的經濟情勢 真的好轉當中 而且呢 昨天所公佈的12月份的 耐用耐久財的訂單啊 或者是工廠的訂單 都比預期要來的好 所以就業市場開始看到了 逐步逐步的正在改善當中 而另外一邊呢 則是看到這一個工廠訂單啦 耐久財訂單的製造業的產能呢 也正在急劇的復甦當中 所以呢 聯準會的官員呢 對於今年的經濟呢 其實表現非常的有信心啊 那麼芝加哥聯準銀行總裁 伊凡斯呢 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呢 表示非常的樂觀 然後另外呢 這個聖路伊聖路伊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布拉德同樣的看法 而且他們同時講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今年的經濟可能會有一些些通膨的問題 就是物價會上漲 但是聯準會可以容許 整個短期之內出現一些通膨的升溫 那麼不需要改變貨幣政策的立場 好 這句話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也就意味著 就算物價升溫 好 上漲 那麼聯準會短期之內 對於目前的寬鬆貨幣政策 應該是不會改變的 好 所以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 對於第一季的經濟復甦呢 他們認為超乎預期 這裡面呢 聖路伊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布拉德呢 甚至於樂觀的認為 今年美國經濟成長呢 不但可以上看6% 而且可以超越中國大陸 那他談到這件事情 不過可能布拉德不知道的是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預測 今年美國經濟成長率5.1% 當然現在呢 因為這個拜登新上任之後 要推的1.9兆紓困方案 如果加進去的話 一般認為可以上升到6% 這是相當好的 不過國際貨幣基金 以及大部分 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 所有的機構呢 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 是8.1% 所以呢 確實很好 但是呢 那麼可能他沒有預測到說 中國大陸的情況 其實是更好 不過從這裡面 你也可以看出來 中美現在之間呢 他們的競爭對立這件事情 是騙拘在每一個行業裡頭 所以呢 你看到聯準會的官員 對於今年美國的經濟很樂觀 可是呢 也要提一下說 那這樣就可以超過中國大陸了 我是只是意外說 他是聯準會的官員 不知道目前呢 中國大陸的情況 好 不過呢 我們來看的是 那麼 雖然中美之間的競爭 是非常的激烈 可是呢 美國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情況 不減反征 那麼根據中國大陸 所公布的資料呢 這個是大陸的榮鼎諮詢機構呢 他們所做的估計 去年底 美國投資機構 所持有的大陸企業的股票總額 高達了1兆1000億美元 那麼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是增加的 另外呢 根據中國大陸的中央結算公司 所做的最新的統計顯示 在今年的1月份 中國大陸以外 境外機構投資者的債券托管量 比2020年的12月 那麼激增了5.96% 又是增加了1700多億人民幣 那麼使得呢 那麼外資所持有的 這個人民幣債券呢 佔整個的這個規模呢 已經來到了六成 所以那個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麼去年一整年呢 外資機構的這個 就境外機構 他們呢 這個托管 然後所持有的人民幣的債券 那麼總金額增加了1兆 670億億人民幣 好這個呢 連續26個月外資加碼人民幣債券 所以投資 直接投資 還有金融投資 以及債券投資 都是增加的 好 所以接著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韓國 那麼現在呢 為了要平易房價 好 那我們直接標題叫打房 但我認為它是平易房價 訂出了一個四年計畫 要鬆綁建築法規 鼓勵都市更新 那麼要把這個建築物的高度呢 給拉高 那麼鼓勵老舊公寓改建 那麼希望能夠在未來四年之內 要增加80萬戶的新屋供給 住宅供給來平易房價 這個是那麼韓國呢 近年來少見的大規模的 這個新建的計畫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中文人民銀行呢 昨天呢宣布 十四天期的逆回購 那這十四天期就會剛好跨越 農曆春節 那麼它的逆回購的金額呢 是一千億人民幣 不過這並不算是資金的釋放 因為呢 昨天到期的逆回購 也是一千億人民幣 所以看起來在春節前夕 到目前為止 到昨天為止 人民銀行其實並沒有 特別的寬鬆貨幣的一些做法 好另外呢 我們看到的是 那麼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SWIFT 這是國際上面呢 它的跨境的資金流通呢 很重要的結算機構 那麼也是因為這個結算機構呢 所以美國可以對全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制裁 那平的其實不是軍事力量 那平的其實不是軍事力量 平的就是Swift 它所掌握的這一個結算的力量 美元結算的力量 但是呢 根據路透的報導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那麼跟中國人民銀行主管的清算總中心 還有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公司等 這幾家公司呢 合起來成立了一家 金融雜道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Swift持股占55% 另外的這個中國大陸的相關機構呢 持股呢 大約占45% 55對45成立合資公司 那因為呢 那麼現在呢 所有的結算都必須要經過SWIFT 那成為美國所掌控的重要來源 那現在呢 由人民銀行跟Swift合資 這家公司 是不是要讓這個跟美元之間的這個結算呢 一部分的脫離 這值得觀察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入股的部分 上陣中和指數呢 那麼昨天下跌了15點跌幅0.44% 深陣城市下跌了127點跌幅0.84% 香港恒生指數下跌了193點 跌幅0.66%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到是 企業面的幾個重要企業的一些相關訊息 一個呢 是電動車的部分 特斯拉的穆斯克呢 馬斯克呢 他呢 在接受專訪的時候呢 自爆說 如果說在特定期間為了趕工 為了要趕量場的這個量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買特斯拉的公司 的車子 因為呢 這種趕工的車子呢 品質通常都會有問題 好 這是馬斯克自己暴露的 另外呢 戴姆勒賓寺呢 決定轉型 將他的卡車部門呢 分拆出來 然後呢 跟豪華車分屬兩家公司 這個呢 也是讓他的豪華車 在轉型發展電動車的時候呢 會更有彈性 另外呢 蘋果的Apple Car呢 現在傳出來 他的第一輛的車輛呢 就要走這一個自駕車 自駕車的路線 就自動駕駛車 那麼目標對準的是 外送 還有無人計程車的需求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IC設計業呢 昨天同步警告 全球現在不是 汽車晶片大缺貨 而是全球晶片都大缺貨 包括了高通 還有賽林斯 聯勇 普瑞跟原相 他們分別是不同 不同產業的 IC設計龍頭 比如說高通 是手機晶片的龍頭 賽林斯是全球最大的 可程式邏輯元件商 而聯勇 是台灣第二大的 IC設計商 普瑞是蘋果 非常重要的高速的傳輸 介面夥伴 而原相呢 是任天堂這一些遊戲公司的 這個感測元件的供應商 他們都提出了警告就是 現在晶片不是只有汽車晶片缺 所有的產業都缺 你看到從手機 從高速傳輸 然後再到這個遊戲的一些 相關的元件 通通通缺 而最新因為汽車晶片的缺呢 就包括了通用宣布三個廠停工 還有一個廠減半廠能 另外呢 福特呢 也要減產他的皮卡修旅車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是下跌了65點 跌幅0.41% 那麼主要的是外資呢 昨天呢 又轉為賣超 賣超金額呢 超過了100億元 那麼另外呢 我們看到的是鴻海公布 元月份的營收 非常的亮麗 5,002億元 而面板雙輔呢 也昨天呢 同步的公布了 去年第四季的財報 也等於是公布了 去年全年的財報 結果呢 第四季大爆發 使得群創跟友達呢 都由虧轉盈 不管是在獲利 還有毛利率 以及他的EPS上面呢 都創了至少13季以來的 新高水準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 房地產的買氣 似乎真的有一點點的下滑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看 再見